在回去的马车上,宋臣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 等下会有一场恶战,不需要舍下留情。 怎么痛苦,就让他们怎么死? 是,姑娘。 宋平只听不问,不过能让他们家姑娘这样说的,就是该死的。 他们家姑娘的性子他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,不是彻底惹毛了她,绝对不会这样。 而那边也是完全没有意外地就摸了过来,尾随在宋臣的马车后面,似机而动。 宋臣很敏感,来的人倒是不少,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来这一趟了。 姑娘,继续往前走,这里不是最好的位置。 这些人,我一个活口都不打算留,就算是受了伤,要给我杀完最后一个人才能倒下。 如果,如果接下来的事情让你们失去了自己的性命,那我只能抱歉。 这件事我不得不做,我最不受威胁,更何况是拿家人来威胁我,我必须要了他们的命。 姑娘,他们怎么敢? 难怪他们家姑娘会下这样的命令,这些人也太不知死活了一些。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,他们家姑娘对家人看得有多重。 据说是伤精来的,等一下应该就有答案了,为首的人留给我。 说话间,他们已经转了一个大弯,进入了一个伏击的绝佳位置。 差不多了,准备好了吗? 已经准备好了。 好,这些拿着。 在性命面前,其他的都是一碗不止,这里面都是毒。 宋城会制毒,他们是知道的,之前收拾那些去石维阁捣乱的人,就是用的毒。 他的毒全都是巨毒,并且还有好些个是他们都没有见过的毒。 大人,宋城他们只有三个人,我们出其不意,一定可以将他们全都结果了。 好,不惜一切代价,一定要杀了宋城。 下一瞬间,所有人同时出动,朝着宋城的马车冲去。 宋城他们早有准备,在感觉到后面不对的时候,温平已经带着宋城越动了车。 对方的人看到宋城他们动了,立刻出的都是杀招。 对方也不废话,开始展开厮杀。 温平和宋城的功夫都很好,依然吸引了一部分的人, 拉到离宋城远一些的地方开始战斗。 姑娘,您自己注意安全。 不用担心我,记住我说的话。 是,姑娘。 两人都有自己衬手的武器,现在拿在手上,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 算算时间,他们也好久都不曾这样好好地杀过了。 以前那些在他们看来都是小打小闹了。